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国家的运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就是不管事 这个齐威王上台不管事啊 他不是说三年不明 三年不飞 他是九年不明 九年不飞 他结尾之后的九年 赵国 魏国 韩国 还有鲁国 还有那个小魏国 纷纷 来攻打齐国 所以齐国老百姓啊 没过一天安心的日子 齐威王就在那里呢 成立于九色之中 这是一个表象 其实他暗中在对国内的所有情况 积极仔细地调研 要来做一个一锤定音 九年之后的某一天 齐威王召集了七十多个地方官员 来开会 首先他召见了吉莫大夫 说吉莫大夫啊 自从您上任以来 我这里每天收到告状信 都说您的坏话 那我派人去一考察呢 您那里啊 没有官物的根地 老百姓安居乐业 官府里没有吉牙的公事 您只一心一意在工作 但是啊 您就一头不讳 你没有收买我周围的人 让他们给你唱赞歌 所以今天我就讲给你 一个万户乙 有一万户人家的封义 封给你 随后就召集另一位大夫 叫做阿臣大夫 又称为阿大夫 齐威王说了 左哥大夫 自从您上任以来 在我周围每天都有人 说你的好话 给你唱赞歌 但是我派人一调查呢 你田地荒芜 百姓困苦 敌人来进攻 你或者是不抵抗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 要你这样的官员有何用 原来你就是用重金 贿赂我左右的人 所以才得到这样的称谕 下令 喷掉俄大夫 也就是煮一大锅水 扔到里面给煮死了 不但是喷掉俄大夫 连到那些接受贿赂 为俄大夫唱赞歌的 一起喷掉 震动全国 随后就发兵 攻打赵国 攻打韩国 一时振奋 那魏国已听说这事 马上我该退个礼的土地 就退个礼 赵国侵占什么土地 退个礼 所以齐威王就这样 他的威信建立起来了 有一个普通的世人 他能够以小见大 有此吉彼的认识事物 而且能说会道 分析事物都分析得很好 这个人叫做周济 周济见齐威王 听见齐威王 在古琴 进去叫好 那齐威王把剑一按 又来一个吹捧的 你还没听出个名 他怎么就说好呢 于是这个周济就讲 你的大选是什么样 那象征着明君 你的小选 是怎么跟着想 那象之作国相 你的手怎么勾勒 响出声音 那个和谐标志的政策 是怎么样得人心 于是他把整个古琴的记忆 和治理国家的方略 融合在一起 讲得头头是道 这使得齐威王 刮目相看 原来只知道李慧弹琴 不知道还对情理 扭会得这么深 情理之中有政治 有治国之道 所以这个周济 仅仅三个月 就被齐威王 封为国下 张国策里有一篇 著名的 《周济逢齐威王拉剑》 说周济这人 是齐国的一个美兰 但是齐国还有一个美兰 住在陈北 叫做徐公 周济就想 我和徐公都是美兰 究竟谁的颜值更高 他的问问 问他的妻 问他的妾 问他的客人 他问妾妾客妾 说君美胜 徐公喝了几君 这是爱之声 你太美了 徐公怎么赶得上你 问妾客 那都是为了眼前的利益 回答的 说徐公不如君之美 到了晚上 周济躺下来 仔细这么一想 我不如徐公美 因为徐公白天来过 来了以后 他看看徐公 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咱来言之 不如徐公美 还差得远了 妻妾客 各有自己的要求 妻子没我者 私我也偏爱 妻子没我者 为我也 他是怕我 克制没我者 有求于我也 有求犯事 所以说我没 这一年一想通 他就迅速的联系到一个国家 于是入朝 将邱威王把家中之弊 过渡到国中之弊 对邱威王说了 说您 做我们这个大国的国君 国父左右 莫不私王 朝廷之臣 莫不卫王 四井之内 莫不有求于王 由此官知 王之必顺义 从这里看起来 大忙 您 斯德蒙币 严重了 那些宫女左右的人 哪一个不是偏爱你 朝廷大臣 哪一个不怕你 全国的人 哪一个不有求于你 所以他们说 你了不起伟大 那都是假的 这番话 作为一个一般的君主 或者昏君 听起来就很不入耳 但是 齐威王不是这样 听到这话 马上吸收了 有道理 所以立马下了三道命令 三道命令是 当面来给我提意见 批评我 受上等赏赐 能够用书面语言 上书见寡人者 来健全我 那是次等的赏赐 能够在朝廷里 在大街上 在那里非议我 但是被我知道了 受下等的赏赐 命令刚刚下去 文庭若市 人人想得赏啊 既要提意见 要批评 数月之后 隔了几个月 时不时的 有人来提出 批评意见 到了一年左右的光景 人们还想得赏赐 还来提意见 但是没得说 说什么呢 这个国家太亲民了 听到这样的情况 说几个大国啊 什么魏啊 韩啊 楚啊 这些大国啊 都来朝外 这个就叫做了 战胜与朝廷 就在自己朝廷里 战事的敌国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不仅是说 齐威王的执政掏略 更主要的是 从中能看出 齐威王 心思缜密 知人善任 一代名臣 邹记的经历 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邹记善于把生活中 悟出的道理 与治国之道相结合 堪称是 以小见大的典范 不过 人无完人 在朝堂之上 能够侃侃而谈的邹记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这人的性格呢 就和魏国的 那个公书琢 基本一样 我们知道公书琢 他辅佐魏惠王 把那个商鸭紧急地 攥在手里 从来不推荐 到临死的时候才推荐 为什么不早早推荐 嫉妒啊 这小子一出去 本领在我之上 还有我的位置吗 这个邹记呢 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邹记忌妒田记 田记是 齐国王族的人 担任将军 而且他又是人才 他用了孙病 所以在这个朝廷里 这个将的名声 在相之上 将相不能相合 他就得想办法 把这个田记给赶走 就像当年公书琢 把那个吴琢 给挤走 是一个道理 怎么挤走呢 有人跟他献祭了 说 赵国向我们求救的事 林表示反对 说不要救 林为什么要说不救呢 应该救啊 你还要推荐田记将军 去救啊 这样一来会有两个结果 打了大胜仗 回来 你就可以跟他加上一个 骄傲自满 目中无王 什么样的话 你去编就行了 如果打了败仗回来呢 那更是捏在你手里 想怎么捏 怎么捏 周济一想 这几乎好 于是呢 改口 要救 而且是田将军去救 攻打乡林 这个违魏救赵 胜利之后啊 这位谋成策士 又来各周济献祭了 说现在呀 您可别闲着 您派个人 到街上去 找一个不挂的先生 你拿重金 请他不挂 出手要大方 他显得你不是一般的人 你直接告诉他 我是田记的人 田记的家人 来不挂 不什么挂呢 所以我们连续地打了胜仗 战果辉煌 我们要办大事 能成功 还是不能成功 咱们不这个 什么大事啊 所谓大事 就是谋反 一想谋反 看这个谋反 能不能成功 布挂之后呢 向国宁啊 马上把那个 布挂的先生 抓起来 送到咱们大王那里 去验证 验证是谁 让你布挂 他布的什么 那个人当然就要说 是田记的人 找我布挂 布的是 打了大胜仗 战果辉煌 现在要行大事 问成也不成 这个就坐实了 一条罪状 就是田记想谋反 谋反之前先不挂 是吧 所以田记 你知道这事啊 那将军嘛 哪有那么多诡计啊 所以呢 就干脆发兵 围攻 林志 就是现在山东支博士 也就是齐国的首都 专门去抓捕了一个 周记 周记跑了 躲了 没抓到 抓狗像 那得了 终于他把田记 给挤跑了 正是因为有了 这样一个周记 这样的人物 在个 齐威王 触摸画策 做狗像 掌握大权 所以比他更强的人 在这里 就别想立足了 我们现在就知道 为什么在 唯唯就造的时候 明明是 孙病出的主意啊 明明是 齐威王 想让孙病去 做将军啊 孙病却说了一句话 行为之人不可用 我说了行为之人 不能用 所以孙病很聪明 他看出了 这个周记的嫉妒心 私心很重 所以他不能够 出没出头了 让他把我也 做一个记恨的对象 去排挤我 去害我 孙病 聪明绝领 所以他拒绝 当什么将军 坐在车里边 出没画策可以 当将军做官啊 我不行 腿断了 脸上刺了字 我还做什么官呢 齐威王在 桂林之战 马林之战以后 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 又要做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什么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率领诸侯门 去朝拜周天子 这就是演戏了 你以为那个田英琪 就是齐威王 真的对周天子 有点什么尊重啊 没有的 这就是标志着 现在我做了霸主 做霸主就要尊王染仪 这是老故事 后来 这位周天子 他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 各国诸侯呢 自动的要去调研 这个礼节 大家还是要遵守的 平时不去拜见 但是人家死了 各国诸侯都去调研 但是唯独齐国的 齐威王呢 他迟到了 这迟到了啊 周王朝发话了 在发个齐国的 专门的复告里面 就说了 天子去世了 天东地列的事 但是 你那个齐国 居然敢于落后 把他推出去斩了 那也说得多硬棒啊 你为谁 把他周天子当过事了 那么齐威王 这个田英琪 听了以后 说了一句什么话 说了四个字 儿母 毕业 啥意思 说你妈是个小老婆 就骂天子 你就可见了 这个齐威王尊重周天子 那完全是演戏 也给大家看 我现在做霸主 还尊王攘仪 齐威王是在做的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齐威王建立了 济夏学宫 济夏是个地名 在齐国首都 林子的东门外 学宫又是什么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院 召集各门各派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 都给他们住上好房子 给予一个大幅的待遇 让他们不治而议论 就是不具体管事 专门的从事理论研究 各门各派的学者 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力 这在当时来说 是整个华夏大地上 唯一的一个 最大影响的学术中心 齐威王这一点 做得很有气派 这个时候呢 为惠王 回光返照 到了齐国的徐州 他恭敬的来 遵齐威王为王 齐威王一日不好意思 再就是独自称王 才为重视之地 也不合算 所以呢 也要顺便的 尊威慧王为王 第一次 有了这个国君之间 互相承认你是个王 在外交上 彼此承认了 而且这些承认呢 威慧王带来的 还有几个小国 这几个小国 也都得承认 威王 齐王是合法的王了 徐州相望 这个王独独望 这个动词 称王互相 曾为王 是中国历史上的 一件大事 这件事啊 周天子都不知可否 因为你们称王 那是你们的本事 自己 这个衰落了 弱小了 那不好说什么话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有一位 在百家看坛的微信平台上 那是我们的 宣传 了解 都不知 我们的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人们的 那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我们的 是我们的 这一天 我们先说呢 齐威王去世以后 他的第二代 能不能够坚持这个霸主的事业 霸主事业是坚持了 但是呢 齐威王好战 也就和魏国的第二代 魏武侯好战 是一个道理 好战向谁战呢 机会来了 就是燕国 燕国现在传到一个王 最后他没有嗜好 他的名字叫快 成为燕王快 燕王快 他是一个相当糊涂的王 当然在战国时代 也是唯一的一个 要效法 遥顺 善让的王 这首先是众和家门的古岛 我们知道 苏秦 曾经在燕国待了多年 和燕翼王的母亲 有通淫的行为 最后呢 是在齐国 那么燕王快 上位之后啊 他的国下叫子之 这个子之呢 他本来就和苏秦 又结成了儿女亲家 苏秦死了之后 苏秦的弟弟苏代 到燕国来 仍然是把这个子之啊 作为他的落脚点 和子之 非常友好 于是呢 苏代和子之啊 在一起 谜谋 咱们怎么样 来篡夺 燕国的王权 还要使燕王呢 主动的 把权力让给你 于是苏代 从齐国来 燕王就问他 那个齐国 要做霸主 做得成吗 苏代说 做不成 为什么 苏代说 他不相信他大臣啊 一个不相信大臣的人 怎么能够做霸主呢 为什么他说 这个齐王不相信大臣 就不能做霸主 就是告诉燕王 你要相信你的大臣 相信你哪一个大臣 就是你的国相子之 于是讲子之 怎么怎么的好 再讲啊 说真正古代啊 那么多的帝王 能够名声流传至今 被全世上的人称道的 那也就是 遥顺语 那遥顺语 为什么被人称道呢 只有一个字 让 两个字 善让 就是用和平的方式 找到一个理想的继承人 把位置全力 让给他 这一让 名传千古 燕王快也是一个 想名传千古的人 说这个倒是好 这比打仗好 让 可我让给谁呢 没有这样的 合适的人选啊 那么苏代就跟他说了 其实你的国相子之 就是一个最佳人选 很有能力 能够把燕谷治好的 燕王快说 好 就定了 就他了 初步定下这么一个方案 要善让 又有一个 卢毛寿 这么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 岁客 来游水燕王 说姚舜 宇的善让 只有姚和舜 是成功的 宇的善让 是失败的 姚让个舜 把他的权力 交个舜嘛 而且把官员 都换成舜的 而舜把这个地位 让个宇的舜 首先让宇安排了自己的人 做各级官员 但是宇 选的人叫博弈 我们提到这个博弈啊 不应该申诉 他就是情人的老祖宗 情人得到淫性的老祖宗 博弈 说宇选的是博弈呀 但是宇有个工作 没做到位 就是他让位 他的官员呢 却没有换成博弈的人 所以在宇去世之后 博弈 那即位啊 在宇的儿子下起 就带领自己人马 攻打博弈 把博弈改下台了 所以这关键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官员 没有换 这可不行 宇文快说 你这就说 让我把我的官员 都换成子之的 这好办啊 于是下令 全国三百档骨子 以上的官员 所有的官员都给我交上来 然后用子之的人 这就急坏了一个人 谁 太子平 太子是法定的继承人 你老父亲在那胡闹 你就闹呗 你闹完了我来收拾 当你把全国的官员 都换成子之的人 我到时候怎么收拾啊 就一急之下 罚兵攻打子之 太子和国相打起来了 打得不可开交 太子手下还有一位将军 叫做士辈 支持太子 但打去打来呢 这个士辈啊 又反水了 反过来攻打太子 当燕国打争的一塌糊涂的时候 齐国 第二代霸主 齐宣王 得到一个大学者的建议 说这可是个机会了 攻打燕国 这就是当年周武王 讨伐上周王的机会啊 商朝自给乱 那周武王 以有道发无道 这个提建议的人是谁啊 他是大命鼎鼎的梦子 有关联合大师 我也会灵入 要么是有关联合的 这一天 我们线会提供的 这一天 这一天 会有什么 都发生了 正有关联合了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下转的 这天 是 没有 我们下转啊 我们下转的 有关联合的 我们下转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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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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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